早上6點從我的學校出發 出發前第一件事情當然是先檢查 早上6點的台北 沒有車沒有人 一切都是如此空曠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來到關渡大橋 身為一個只有在台北生活半年的大一新生來說 第一次走關渡大橋 我花了半個小時 不久之後我到了淡水 不得不說阿 淡水的交通 真他媽爛 爛的靠北 超級擁擠 離開了擁擠的淡水之後 我到了北部冰海公路 這邊的風景 比新北還有台北是 還要好太多太多 既然看到左邊的海岸 今天的旅行就已經值得了 接著我們到今天第一個景點 石門洞 我的右邊是傳說中 全台灣最北部的機車練習場 就是出發前沒有妥善的檢查背包 到目的地才發現相機的電池沒有帶 在停車場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 騎著Forza 350的阿伯 他看著我騎擋車 也跑來跟我聊天 他平常在北投工作 假日有時候會來北海岸釣魚 我問他說 能不能帶我在這附近晃一晃 畢竟是第一次來 我對這邊沒有很熟 我也跟他分享我昨天規劃的路線 今天預計會去五到六個景點 這短暫的半個小時 跟阿伯聊了蠻多話的 希望每次出來玩都可以遇到 跟阿伯一樣熱情的人 離開石門洞之前 我還是想要補一句 幹 這邊好漂亮 如果你想要裂的話 他會去於是 我總之間也會答應 你另外會跟阿伯 在一邊 和我想要裂的話 你喜歡給阿伯 在一邊 如果想要裂的話 你的家 那個家 那些住在家 但你懂 但你懂 我所詳 為 我 我問我 你 我 接著來到今日安排的第二個景點 跳石公車站 當時會知道這個景點是因為看了G先生的影片 覺得還蠻漂亮的 先說一聲不好意思為了拍影片而waiting 這附近的居民都還蠻友善的 我上來這個雪坡問住在這邊的弟弟可不可以在他們家門口拍照 因為對面就是一望無際的海洋 弟弟也很快就說好了 在前往下一個景點的路上 我遇到一位騎著CBR150R的車友 感覺他今天也是自己出外玩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條路叫安中產業道路 非常的漂亮 幹怎麼可以那麼漂亮 山路上的禮儀就是這樣 我想要慢慢騎看風景 後面有車要超車我就靠邊讓他過 那這...兄弟你在幹嘛 喔?I RENT 不意外 頭條新聞 本日在外木山發現成人體型的巨屋霸海星 今天太陽蠻大的 難得看到那麼好的天氣 很多老夫老妻都在這邊散步吃早餐 我還蠻喜歡這種步調的 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帶女朋友來這邊 其實從2019到2022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不敢出來玩 所以很多觀光景點都沒什麼人 可是現在2023了 看到這種場景還蠻感動的 漸漸的有更多人敢出來玩 脫下口罩 享受大自然 彷彿生活回到了疫情之前 還蠻感動的 接著來到北海岸觀景平台 但我覺得這邊沒什麼好停留 所以拍個照 就繼續上路了 這邊是今日最後一個景點 聖德宮 我會想來這邊也是因為看了G先生的影片 覺得非常漂亮 只是這邊的坡比較陡 起機車的要多注意一點 早上六點出發 下午一點的時候就回到宿舍了 僅僅六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就已經玩遍了整個台北跟基隆 有時候雖然自己一個人旅行還蠻孤獨的 但是正是因為這一份孤獨 會享有更多自由 不管你心情好或不好 只要你有熱忱 只要你有愛 就像教室講的那句話 去騎摩托車吧